和朋友吃火锅时发现一个很好看的女孩 我的天哪 你好小姐 那个我是隔壁桌的 就是我跟他们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书了 然后有个惩罚 能不能帮我一下 什么惩罚 就是他们让我来你们这当服务员 帮你们烫菜什么的 对可以吗 没菜了 我们这里也没有多烫 没事我带了一份肉过来 可以吗 好吧 谢谢谢谢 这时候我把套好的肉夹给了他 对了我问你一下 你现在是单身吗 单身吗 就是我那边有个朋友 想加你一个微信 不知道行不行 是你还是你朋友 我朋友两三个呢 你可以选一个 可以吗 如果不是你的话那算了吧 你说什么 我说如果不是你的话那算了吧 真的假的 那是我是我 加完微信后我们聊了一晚上 他居然约了我第二天去爬山 嗨 没想到你身材也这么好 还好吧 就是平时比较喜欢运动 看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吃吃饭看看电影不是挺好的吗 为什么一定要爬山呀 什么很奇怪吗 那倒也不奇怪 那就是你不行吗 我怎么可能不行 走走走走 兄弟们太累了 真的快爬不动了 能不能等一下呀 怎么爬不动了 还好吧 就确实好久没运动了 我喝口你的水吧 你的水呢 我水早都喝完了 好 不是我们就这样真的一直爬吗 不然呢 不是怎么找个地方坐会不行吗 那好吧 那我 不是你怎么突然想到来爬山呀 因为爬山会让我的心情变好 那你最近心情不太好了吗 对 因为家里没想让我相亲 但我喜欢自由恋爱 我也是 那你对我感觉怎么样 你 还好吧 只能说 不讨厌吧 什么鬼呀 不是说真的 我有机会吗 你觉得 你能追得上我 我就告诉你 不是 还要爬 对呀 追个妹子 追个妹子快累死我 不爬了 下山 哈哈哈哈